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欢迎大家观看第九课的绘画部分 ざんねんですが 这一讲 我们将学习打电话时常用的寒暄语 以及委婉拒绝邀请时的表达方式 首先 我们来看第九课中的这段对话 米勒给牧村打电话 想邀请牧村和他一起去听古典音乐会 但是不巧 那天牧村和朋友有约会 因此 委婉拒绝了米勒的邀请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是怎样交谈的吧 はい 木村さんですか? Mirrorです Mirrorさん こんばんは お元気ですか? ええ 元気です あの 木村さん クラシックのコンサート 一緒にいかがですか? いいですね いつですか? 来週の金曜日の晩です 金曜日ですか? 金曜日の晩はちょっと… ダメですか? ええ 残念ですが 友達と約束がありますから そうですか? ええ また今度お願いします 在刚才的视频中 木村在家中听到电话响 接起电话 应答到嗨 这是接电话时的常用表达 相当于汉语 喂 我们已经学过 在工作中接电话时的应答 应该先说嗨 然后说自己的工作单位或所属 而在这里 木村接的是私人电话 他只应答了嗨 另外也可以先应答 然后再说自己的姓名 嗨 キムラです 米勒听到木村的应答 先确认对方的身份 キムラさんですか? 然后说 ミラです 给朋友或认识的人打电话时 一定要说清楚自己的姓名身份 不能只含糊地说一句 私です 是我 木村一听对方是自己认识的人 回应说 啊 皆さん 这里的啊 是感叹词 表示吃惊的心情 木村没有想到米勒给他打电话 然后问候说 こんばんは 接着说 お元気ですか? 你好吗? 这里的お表示 说话人对对方的敬意 米勒回答说 え 元気です 我很好 这是打电话时常用的喊喧语 熟人之间通电话 通常要先问候对方一下 从礼节上说 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既可以增进友情 既可以增进友情 又可以很自然地引出话题 下面再来确认一下 打电话时常用的喊喧语 在家伙口中用的喊喧响 又可以帮助 你很高兴 两人互相寒暄问候之后 米勒说出打电话的用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 牧村我们一起去听古典音乐的演奏会怎么样 其中 表示说话人客气 惆惆的心情 经常用于送礼物 向对方提出请求等场合 一緒にいかがですか 这是邀请时常用的表达方式 B 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 礼貌程度更高 更委婉 牧村受到邀请 回应说 いいですね いつですか 好啊 什么时候 米勒回答说 来週の金曜日の番です 下周五晚上 牧村查看了自己的记事本 那天有安排 不能应邀 下面来看牧村 是如何委婉拒绝的 金曜日の番はちょっと 这句话的意思是 星期五吗 星期五的晚上 我有点 名词はちょっと 这是委婉拒绝别人时 常用的表达 ちょっと 后面的内容 有点事 有点不方便 等等 具体的内容 通常也可以省略不说 米勒听出牧村有些为难 又确认了一下 ダメですか 不行吗 牧村觉得有些抱歉 说 え 残念ですか 非常遗憾 不过 这句话表明自己很想去 但是没有办法应邀 这里的残念ですか 也是委婉拒绝邀请时的 表达方式 可以安慰对方的心情 牧村还解释说 友達と約束がありますから 因为和朋友有约会 在拒绝邀请时 解释拒绝的原因 显得更为尊敬对方 米勒表示理解 说 そうですか 这样啊 牧村最后说 また今度 お願いします 这是考虑到 对方的心情 用来间接拒绝 对方时的表达方式 这次的邀请不能去 那么下次有机会 再一起去 的意思 其中 今度 是下次的意思 お願いします 表示说话人的歉意 同时 又表达说话人的敬意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委婉婉拒绝邀请时的表达方式 名词はちょっと 委婉拒绝邀请 残念ですが 名词がありますから 解释拒绝邀请的原因 また今度 お願いします 間接拒绝邀请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组 应用对话 邀请朋友 一起去看棒球 野球のチケット もらいました 一緒にいかがですか 我有棒球比赛的门票 一起去看怎么样 朋友问 いつですか 什么时候 邀请的人回答说 来週の土曜日です 下周六 朋友去不了 委婉拒绝说 土曜日ですか 残念ですが 仕事がありますから また今度 お願いします 周六啊 非常遗憾 因为有工作 不能去 下次 我们再一起去吧 这一讲 主要学习了 打电话时 怎样与对方寒暄 以及 委婉拒绝邀请时的 表达方式 打电话 与对方寒暄时的 常用表达为 お元気ですか ええ 元気です 雷湾拒绝邀请时的 常用表达为 名词は ちょっと 残念ですが 名词が ありますから また今度 お願いします 同学们 绘画部分的内容 我们就学到这里了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